這個是矩陣乘法的性質 那如果矩陣abc 然後有一個係數 r 那個時數 rs 都是時數的話 那麼你的r要先乘以b 或者先乘以a 再去跟a 這兩個再去相乘的話 都一樣 你可以先ab說相乘再乘以r 也可以先乘以a再去乘以b 也可以先乘以b再去乘以a 這個都會相等 那比較簡單的想法就是說 你居然最後你要算出這個的話 意思就是說 這個di列跟這個dj行要相乘 這個是r乘以他每一個 所以他的dj行也會乘以一個 dj行也要乘以一個r 那這邊又乘以一個r 那這個跟他做內積的話 這做內積出來就是r乘以a dij乘以b1 b1j 然後加上r乘以a2乘以b2j 然後最後加上r乘以這個 再乘以這個 那我們的r都可以提出來 r通通可以提到最前面 然後變成這兩個做內積 那這兩個做內積 其實你全部把r提出來以後 這裡面每一個元素合起來 那就是兩個相乘的矩陣 所以這個跟他一樣 那同樣這個道理也會是一樣的 所以這些就是通路相等 那其他的 你可以發現說 你可以類似這樣的想法 去做檢驗 就是說ab兩個先做相乘 再乘以c 跟a先讓bc先相乘 稱完再乘以a 是一樣的 矩陣它也有結合率 那麼它也有分配率 a乘上b加c 就等於ab加上ac 那a加b乘以c 就等於ac加上bc 這些都一樣的 那這個 所謂的這些abc 這些是方正的話 那如果k是正乘數的話 那a的k次方 又等於a乘a乘a 一直乘乘了k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乘法的新值 看看